苏丹政变在起波澜。不久前,苏丹在短短48小时内,经历了军方政变。总统被迫一权。军方意图建立军政府。民众再度爆发大规模抗议等事件。可谓成头变换大王旗。你方唱吧我登场。 近日,政变这一大戏又更新了。根据媒体报道,苏丹临时政府调查人员,日前在苏丹前总统巴西尔的一栋私人豪宅中,搜出足足数百万欧元和数十亿当地货币。据统计,这笔钱款包括600万欧元,35.1万美金。 以及约50亿苏丹棒,约为1.05亿美元,这还仅仅是巴西尔移动房子里查获的财产。没算上它的其他非法途径所得。 苏丹政变的导火索,就是民众长期以来不满苏丹经济凋敝,民生艰难。 且社会贪腐横行。并且,随着苏丹政变的局势升级,各国势力也越越越势,意图浑水摸鱼,分一杯羹。 中书令之前提到,由伊本奥夫所领导的苏丹军方,专意图联合快速反应部队,苏丹警方,以及国安情报部门人员,成立联合临时军事政府。 可这一行为,遭到苏丹民众的强烈抵制。快速反应部队也反戈一击,表示不允许苏丹军方长期执政。 随后,苏丹反政府军粉末登场,要求军政府及时向违职政府过渡。 美国方面也表示,如果苏丹过渡为民选政府,将考虑把苏丹移出制裁名单,形势一触即发。 这里要说一句,苏丹反政府军,正是上世纪90年代末。 美国决定重回苏丹后培职出的势力。 在另一方面,虽然伊本奥夫宣布辞职,游行示威也暂时平息。 但苏丹军方依旧掌握实权,并随后爆发了新一轮清洗风暴。 首先,苏丹丹丹时政府先后逮捕了,包括前第一副总统阿里塔哈,前议会议长塔西尔在内的多名苏丹政坛高层,显然打算趁热打铁,快速清理巴西尔的残余势力。 另一方面,临时政府又发生内斗,过渡军委会开始对苏丹国安部门开刀。 根据报道,为了响应反对派的要求,苏丹临时政府决定,让国安情报局的八名高官立即退休。 这一举动,看似像在和美国和反对派妥协。 但事实也没那么简单,苏丹原本是英国殖民地。 在六十年代冷战时期,美国开始介入苏丹政局,并给予其不少援助。 可当时苏丹对美国而言没有太多价值,美国也并未把苏丹放在心上。 但在九十年代末期,苏丹发现了大量石油,这促使美国重回苏丹。 当时,美国在苏丹扶持反对派大搞独立公投,并把苏丹放上了制裁名单。 如今,苏丹成了全球各方玩家的势力交汇处。 无论是反政府军,苏丹军方,亦或是其他政坛势力,其实都是各个不同势力的发声筒。 苏丹的局势,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明朗。 说白了,苏丹之变的背后,是各个大国的权力博弈。 不妨做个大胆的推测。 在苏丹军方发动政变时,苏丹国安情报人员,曾与军方有短暂交火。 这显然是不寻常的。 若军方要发动政变,不可能不先与直接负责总统安全的国安人员打好交道。 在联想到苏丹军方决定组建军政府后,快速反应部队首先反对。 可苏丹国安和警方系统,均表示沉默。 各方的态度值得玩味。 好戏,还在后面。